Handle的這首Rejoicing是為了慶祝英國打贏仗去寫的 所以第一件事,你不要把這首歌拉拉到死氣沉沉的 你拉成這樣,是可大可小的 如果當年你在皇帝面前是這樣去表演的話 那應該要怎樣做呢? 其實快一點、慢一點,問題都不大 但是在你拉之前,先給兩拍自己準備 3、4、Bum Bum 千萬不要將志工放在拳上,動也不動 然後就... 因為肯定,我保證你拉到中途的時候 你的速度已經會不同了 你會覺得原來想快一點 但是到後面,你才發覺想快就太遲了 將志工放在下半弓,在第四拍那裡吸氣 3 接著講一下那五個Quaver 千萬不要把那些Quaver拉到on the string 那要怎樣呢? Off the string 再加功速 你的功的速度一定要夠 如果太慢呢 純粹只是離開一條弦 都是好像沒有力量 就是這樣 我們想這五個Quaver 一些開心的東西 是要跟大家說的 是宣佈的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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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本來的速度就不應該用那麼多弓的 全部都是很小弓 在下半弓 記住是為了一個皇家煙花會演去寫的 那你想像到那些煙花是怎樣的 那些煙花是由一點爆的時候升上半空 會不會是想利用這個短句 令人有這個感覺呢? 第二枚煙花 這裡有一個煙花 然後旁邊又有一個煙花 可能大一點可能小一點 令人目不下級 看下我怎樣拉 我不是把這兩個這樣拉成 不是這樣的 同 同 我們要的是第一種分開 尤其是那些半拍 連續的半拍一定要分開 連續的craver一定要分開 然後講一下crescendo crescendo 漸大 我們想讓人感覺到怎樣的漸大 一個普通的漸大 還是真的一個 是令人興奮的一個漸大 你開始的音要很細聲 多細聲啊 你當它是piano 前面那兩個節奏都還是大聲的 人家不會猜得到 那邊會有一個 這麼細聲 開始的crescendo 真正的crescendo 放到最後 最後的三 四個semicrever 才拉出來 都是在下表功 剛才那些crescendo 你見到 或者你聽到 我不是用很大力去壓出來的 那些音 仍然都是小聲開始 很輕力的 然後是最後那幾下 保持輕輕的力 但是多很多弓 即是回到下半弓 千萬不要這樣 你指弓停了在那裡 尤其是你有長音 千萬不要讓你的腦 停留在長音那裡 長音不需要一直 不需要想著它 想到之後的節奏 想到之後那句 吸氣 又是這種聲音 離開一條熱的 要有弓速 小小弓 semicrever 很小弓 在上半弓 很小弓 然後高一個level 再說一次 寫給皇室 他們是想威風得來 但是不是好像龍民 不是好像很沒有文化的那種威風 他們要是有一種貴族 有貴氣 有格調 是典雅 是有對比 有強弱的 就不是兩個音 都是只有大聲 不是 不是死板 是 是 你可以當它好像有一點回音 像我現在在這間房間 是 然後從這個開始 其實也是另一個漸大 我不肯定的功法 你用什麼功法 其實都不是很重要 只要你記住 semicrever 用很小弓 不論是弓筋 中弓 定還是弓尖 很小弓 第二就是 記住 半拍之間要斷開 還要有足夠的弓速